全美最新电动汽车销售数据刚刚发布 各大汽车制造商的销售情况如何呢 他们各自占据了多大的市场份额 未来的展望又是如何 特斯拉是否能维持其领先的地位呢 在本期的视频中 我将为大家详细解析 2023年第二季度 美国各大电动汽车制造商的销售数据 并讨论他们的未来发展 现在年轻月通的ugs又是 業者但29.7% 所以你现在看一 company 现在股票的货币 年轻人性是 比较300,000 轻轻人 所以你看一看 根据最新的数据 在特斯拉第二季度超预期的帮助下 特斯拉在美国上半年的市场份额超过60% 超出了排名升至第二位的现代汽车近10倍 通用汽车的市场份额从去年第四季度的7.2%下降到了6.5% 大众汽车的份额从6.7%降至了5.3% 福特下降幅度最大从9%降至了4.6% 接近腰斩 其他电动汽车制造商的主要问题在于 他们无法生产出盈利的电动汽车 每辆电动汽车的生产都会带来巨额的亏损 这使得他们在定价上缺乏灵活性 还有的制造商在生产过程中遇到了重重困难 因为相对燃油车电动汽车生产难度极高 尽管他们从外表看起来相似 但其内部设计和结构完全不同 很多制造商无法按照预计生产出预期的数量 特斯拉是美国唯一一家在电动车领域实现盈利的公司 并且以远超其他汽车制造商的速度扩大其生产能力 比如特斯拉位于美国奥斯丁的超级工厂 在去年12月达到了每周3000辆Model Y的产量 到今年4月初 这个数字又增加了1000辆 仅仅过了一个多月到5月份 它已经达到了每周生产5000辆的心理成碑 这意味着在短时间内 其生产能力增加了20% 这使得奥斯丁工厂每年的Model Y产量超过了25万辆 而且 特斯拉还正在努力利用奥斯丁工厂的大量占地面积来进一步扩大产能 并且Model Y不是特斯拉在德州超级工厂的唯一项目 在本季度 奥斯丁工厂将开始生产备受期待的特斯拉赛博皮卡 许多奥斯丁工厂的内部照片和越来越多在街头出现的赛博皮卡原型车显示 赛博皮卡预计在本季度如期交付 同时 特斯拉在墨西哥的新工厂计划在本季度开始施工 预计投资50亿美元 2025年完工后 每年将有能力生产100万辆汽车 而 speaking of Ford as well as General Motors they both had price target increases today from Morgan Stanley but both of those companies Amen when you look at where they are in their EV production yeah there was some downtime at Ford they had some issues with a battery fire investigation with the F-150 Lightning earlier this year and GM has increased production but both of them have been very slow in the ramp up of EV production and that is one reason why people look at EVs right now and they say I see Tesla's everywhere I'm starting to see more Rivians where are the GM and the Ford models we're just not seeing a ton of them right now you actually see a lot of Hyundai's out there they're number two in terms of market share yeah a lot of those guys way behind 每年都有许多人预测 随着竞争的加剧 特斯拉将在未来几年逐步失去市场份额 例如上个月美国银行预测 特斯拉在2026年的美国市场份额将降至18% 而通用和福特将在三年后的市场份额 从2022年的5%和8%增长至14% 但是2023年上半年的数据并不符合这一趋势 特斯拉的销售量环比增长了10% 而福特和通用在第二季度的销售量均有所下滑 今年6月 美国传统汽车制造商的电动汽车库存量激增至92天 而特斯拉的库存仅为16天 对于传统汽车制造商来说 由于他们每款车的制造都已经造成了巨大的亏损 所以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 他们无法像特斯拉那样随意降价 未售出的库存也会产生各种储存和运输等成本 去年6月 由于库存过大 通用汽车不得不为他们的Bolt车型降加6000美元 尽管库存降低了 但由于亏损严重 他们宣布今年底要停产这款车型 因此尽管我们看到通用汽车同比增长了365% 但这只是表象 其中96%的销量都是由亏损严重的Bolt车型贡献的 通用的电动汉马本季度只销售了47辆 环比下降82.7% 去年9月 通用汽车大张旗鼓地宣布 该车的预定量已超过9万辆 通用汽车的首席执行官巴拉最擅长的就是误导股东和公众 他曾多次在采访中表示通用汽车是美国电动车的领头羊 他们另一款利瑞克车型也只销售出了1348辆 我预计 明年通用汽车的销量和市场份额将大幅度下滑 相较之下 福特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在过去的18个月中 福特发布了大约100次安全召回 远远超过所有其他汽车制造商 福特表示 今年早些时候对其墨西哥工厂进行了重组 导致其电动野马的供应量有限 因此销量较低 但据数据显示 6月电动野马的供应量长达112天 福特在中国的表现也令人尴尬 一家中国媒体报道称 由于销量不佳和巨额亏损 福特中国被迫取消了以独立实体销售电动野马的计划 很显然 通用汽车和福特无法与特斯拉竞争 特斯拉20多年来一直专注于制造电动汽车 马斯克的技术 执行力和远键都大大超过了福特和通用的首席执行官 当通用汽车仍在抱怨加州燃油排放控制新标准时 特斯拉已经认识到电动汽车需要一个易于使用且可靠的充电网络 并开始建设超级充电站 现在 所有汽车都必须加入特斯拉的充电网络 这将为特斯拉带来巨大的竞争优势 特斯拉的美国市场份额从2020年的79%下降到2021年的68% 再到现在的60% 我认为这主要有两个原因造成 第一 所有竞争对手都不惜每辆车的巨额亏损 疯狂地去抢占市场份额 这很多时候是短时的商业手段 就像通用汽车即将停产的Bolt一样 他们竹篮打水一场空 回到了原点 他们现在的燃油车的利润正在支持他们的电动车 但随着燃油车利润的持续下滑 他们能否成功转型仍然是一个大问题 第二 特斯拉还没有进入其他车企生产的皮卡和廉价车型这两个重量市场 其他电动车企从这些市场夺取了大量的市场份额 我们可以从图表中看到 2022年皮卡占据了总市场的20% 但是 这种情况将发生改变 预计特斯拉的赛博皮卡将在2024年开始规模生产 而在2025年 特斯拉的25000美元廉价车型将推出 分析师认为 赛博皮卡可能会像2020年发布的Model Y一样 让特斯拉的销量得到爆发性增长 人们会因为赛博皮卡的广告效应 而开始关注和购买特斯拉的其他车型 所以 我认为特斯拉未来的市场份额将会保持在类似现在的垄断水平 目前 电动车在美国汽车市场的份额只有7.2% 分析师预测 到2026年 这一比例将达到25% 如果特斯拉能够保持现在的市场份额 那么它的销量和利润都将增加至少3.5倍 这可能会使其股价也翻涨3.5倍 而在电动车最终必将占据100%市场份额的情况下 特斯拉的股价将会达到什么程度 现在的电动车7.2%市场份额告诉我们 尽管特斯拉的股价在短期内可能看起来有些高 但从长期来看 它只是处于7.2%的起点 Tesla not afraid to scoop up market share by cutting prices I wonder if you're going to see more Tesla price cuts in the future sort of a controversial strategy earlier this year seems to have paid off right in terms of that market share that you're just pointing to but is there a point where you start to cut into profits too much if you cut those prices we'll find out on July 19th look the gross auto margins are expected to come down they were 19.5% in the first quarter most are saying they're going to come down a percent or two in the second quarter at least that's the conjecture that's out there among analysts and that's because of the price cuts but the biggest impact with those price cuts Aman, it's China it's brutally competitive in China right now in terms of pricing that's the biggest impact for Tesla and they just put a much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though we are seeing some 值得关注的是 特斯拉的市场份额 已经从2022年第四季度的58% 上升到了今年上半年的60.4% 这说明特斯拉降价 以换取市场份额的策略是非常有效的 也就是说 特斯拉可以通过牺牲一部分毛利润 来保持其市场份额 特斯拉将在八天后公布财报 就像视频中的分析师一样 许多人担心 特斯拉的毛利率过低 会导致其股价大跌 实际上 在过去的几个季度中 大部分时候 特斯拉公布财报后 股价都会下跌 但是我并不担心这一点 如果股价暴跌 我会非常乐意买入 因为我知道特斯拉的毛利润 在长期看来将大幅度提升 特别是在自动驾驶成功之后 它将成为特斯拉的印钞机 自动驾驶将享有像软件销售一样的 超高毛利润 这就像索尼游戏机的商业模式 在2021年 尽管索尼每销售一台PS5游戏机 都会亏损 但它仍然实现了100亿美元的利润记录 尽管游戏机硬件部门正在亏损 但是索尼的游戏部门 却比去年增长了50% 这要归功于游戏销售大幅度增长 所带来的巨额利润 这也是为什么 马斯克愿意牺牲一部分毛利润 来推动交付量的原因 所以 长期看 特斯拉目前毛利率的降低 只是暂时的情况 不仅新销售的车辆 甚至包括现在已经销售出去的特斯拉所有车辆 都已经配备了自动驾驶所需要的硬件 在自动驾驶成功后 这将会为特斯拉带来持续的高额利润 显著提高特斯拉的整体毛利率 正如我在之前的几期视频中提到过的 我认为瑞安是特斯拉之外发展最快的电动汽车企业 但他们有一个巨大的潜在问题 那就是即将推出的特斯拉赛博皮卡 瑞安销售三款车型 电动皮卡 电动SUV和电动货车 但其中最主要的销量都是电动皮卡 目前 在这个领域里 他们并没有强大的竞争对手 没有与特斯拉形成直接的竞争关系 瑞安的皮卡在当前的皮卡市场中设计非常前卫 但一旦与赛博皮卡进行比较 就显得相当普通了 我预测 赛博皮卡在2024年量场后 将会抢走许多瑞安的市场份额 同时 瑞安选择加入特斯拉的超级充电网络 这无疑对特斯拉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利好 这将把赛博皮卡的广告推广给每一个瑞安的车主 因此 总的来说 尽管媒体一再炒作电动汽车市场竞争的加剧 但特斯拉的地位仍然牢不可动 他们的销量是第二名的十倍 稳坐榜首 我认为从长期来看 特斯拉将保持其现有的市场份额 并提高其毛利率和盈利 任何大幅度的下跌都是一个好的加仓机会 对了 如果你想投资特斯拉 可以考虑使用富途牛牛 用我的链接注册将免费抽取10到15只股票 平均获得150美元 每股交易不仅支持全时段盘前盘后 还上线了夜盘功能 24小时全天交易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喜欢 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